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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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平安 其實我在九幾年的時候 初初來到澳洲 我第一間回的教會就是華奧浸訊會 那時候在Ryne 後來我的女兒Hannah 她是大家的詩琴 做了很多年 我每次來探望她的時候 我都來Fawn Lee 所以來過很多次 所以回來後很熟悉 大家今年的 mission statement 就是直聖道栽培門徒 用生命傳揚主愛 這是非常好的 mission statement 今天我會用另一個角度 特別是我弟弟如何相信主 這個角度來看這個 mission statement 我弟弟在大學的時候讀哲學 他也讀佛學 他教了佛學十多二十年 他年輕的時候曾經相信主 但是讀了哲學和佛學之後 他就離開了信仰 他有一段時間每個星期都去補蓮子 去年我收到消息他患了癌症 我跟他同行幾個月 很關心他 我記得我跟他聊了長途電話 聊了幾個小時 一個星期一、兩次 很努力地跟他關心他 和分享福音 但他突然發了一個信息給我 我經過九個月的考慮 我還是不可以相信耶穌 我收到之後是非常不開心 但我發現他還未見到主 我繼續跟他解釋信仰 待會我會再說 後來他信了主 我發覺過程非常艱難 他的體見不是一次過的 是一步一步 是神的恩典和人的努力一起 弟兄姊妹 福音書中有很多神跡 神跡不只是很奇妙的事 神跡是一個記號 記號是甚麼意思呢 記號是一個英文叫Sign 是指向一些真理 我們從這個核子得意志 他指向甚麼真理呢 在我一直說的時候 他是指向那些門徒 他認識主的心路歷程 首先我們先說說這段經文的上下文 前面就是耶穌行神跡 出名 但是那些人都未知他是誰 去到八至十章 這些大段的經文就很重要了 首先就是耶穌用七個餅餵 飽了四千人 接著就是這個白菜大的核子 然後去到這大段的尾 大家記不記得有個叫核子巴底賣嗎 最後就是核子巴底賣 這兩個核子的衣子 包著這段經文 是甚麼意思呢 今天我們來看看 第八章大家知道 耶穌餵飽了四千人 當時那些門徒坐船到渡海 所以就忘記戴餅 這樣就甚麼意思呢 就議論紛紛 耶穌就責備他們 耶穌責備了他們七個問題 他說你們為甚麼沒有餅就議論呢 你們還不醒嗎 還不明白嗎 你們的心還是如幻 即是心硬 你們有眼睛看不見 有耳朵聽不見 也不記得嗎 最後就說你們還不明白 耶穌責備他們很明顯 就是他們看見 但不是真的看見 是不是 弟兄姐妹 熟靈眼核是怎樣形成的呢 首先第一就是恐懼 門徒忘記戴餅 不能吃 怕起來 有時我們的恐懼 令我們聚焦在我們面對的問題上 其他所有事情都好像不重要 好像看不見 神的話對我們好像很遙遠 好像不切實際 因為我們的切身問題已經遮蔽了 第二是甚麼呢 耶穌基督經常說 就是心裏的思慮和錢財的迷惑 我用現代的名字叫Personal Agenda 你知道門徒有Personal Agenda 他們要怎樣 他們要爭論誰為大 他們要坐在耶穌的左右邊 對嗎 除了這些之外 今天很多人 他的Agenda就是要享受 所以我稱為享受主義 或者叫舒服主義 即是去玩、去旅行 很開心 我記得有一個弟兄在COVID的時候 他突然在Facebook上發出日本的照片 我問他 你是不是去了日本 他說不是 不過我的旅行病發作 要發作出來 我才會覺得舒服 弟兄姐妹 他不去旅行 周身不舒服 說到這一點 我弟弟 你知道癌症 他最關注的是痛 祈禱好像沒有用 祈禱好像沒有用 他最擔心的是什麼 他最擔心的是 他這個痛一直持續 越來越厲害 這是他最大的災難 他想到這些時候 他真的想死 信仰好像很不適切 第三是什麼呢 就是自己有一套的思想和價值觀 和世界觀 什麼叫價值觀呢 就是什麼是最重要的 這個叫價值觀 和世界觀 就難了他看不見這個世界的真正的真實 英文叫做Really Real 熟靈的事物等等 神的話語他不相信 甚至輕視神的話 我們知道當時的猶太人 看耶穌有自己的眼鏡 是嗎 他認為耶穌要帶領他們復興 以色列國復興 然後脫離羅馬的政治 所以他有一股這麼牢固的思想 來牢固控制他的時候 一切都不重要 結果我們知道 猶太人殺耶穌也是因為什麼原因 是因為政治的原因 我花了一點時間說說 什麼叫世界觀 大家有沒有發現 現在這個世代發生任何事情 都一定有兩個不同的看法 在對抗的 大家有沒有跟不同意 什麼事情都是打不打針 我們當時很大的疾病 打不打針 又有兩派的說法 很多事都是這樣 世界觀是什麼呢 世界觀就是 好像比喻 有眼鏡來看這個世界 是擁有一連串 深信不疑的信念 來看這個世界 我們叫信念網 譬如什麼呢 譬如有沒有神 這個世界有沒有絕對的道德 有沒有絕對的真理 這個世界的未來是怎樣 什麼是我的渴望和我的滿足 我舉個例子 今天其實這些是入心入肺的 人人都相信什麼呢 你擁有更多的物質 更多的物業 更多的資產 更多權力 就會帶給自己的價值 滿足和快樂 剛才我說過舒服主義 有個小說家這樣說 每一個人都在敬拜 如果你敬拜的是金錢和物質 你永遠不會滿足的 如果你敬拜的是你的身體和美貌 你就會永遠覺得自己不夠美 所以大家有沒有聽過 有人做了十幾次整容手術 他做完一次之後 很快就覺得自己不夠美 又再做,做十幾次 如果你敬拜你的才智 你會發覺自己好東西都不懂 所以這個世界觀 剛才我說的是一個信念 後面一連串的信念 好像一個宗教一樣 我們重視什麼呢? 我們渴望什麼呢? 所以有拜金主義 很多什麼主義 聽見姐妹 這個世界觀其實影響很深入 在我們心裡很深入 影響我們怎麼看這個社會的事情 影響我們看自己的角色 對自己的期望 對自己的期望 甚至我們規劃自己的生涯 聽姐妹 世界觀很多時候是不自覺地學回來的 可能你小時候已經影響了 或者被外界的東西影響了 但聽姐妹 我們知道這個世代是一個什麼世代呢? 這個世代是一個世界觀爭戰的世代 很多很多思想來衝擊 然後從啟示錄和聖經來看 就是這個世代是一個末世大迷惑的世代 那些社交媒體、大眾傳播等等 弟兄姐妹 我們真的要經常反省 要經常反省 究竟我們吸收了什麼信念呢? 我們作為神的兒女 我們要醒覺、要敏銳 你的心在受什麼影響 當你看新聞或者之類的時候 或者社交媒體等等的時候 你經常要問 其實對方的立場是什麼呢? 跟聖經來比較 跟聖經是否一致呢? 弟兄姐妹,聖經是那把斜 我再舉個例子 說回我弟弟 我弟弟很多次告訴我 他說我已經預備好遺囑 我放心死了 我怎麼跟他說呢? 我就說 你只是預備好地上的遺囑 你還未預備好天上的遺囑 天上的遺囑是什麼? 就是你跟神的關係 那個不是屬物質的 那個是屬天的 是跟神的關係 其實他這個信念和世界觀 其實是什麼呢? 就是除了物質之外 是沒有超自然、沒有非物質、沒有靈界 等下這個跟聖經的世界觀有否不同? 是,很不同 是嗎? 我們信了主之後 聖經經經常說我們要脫去救人 是嗎? 穿上新人 下一頁,麻煩 脫去救人,穿上新人 等下我們經常反省 我們的行為 回到剛才的圖 我們最表面就是行為 人人都看得到的 然後再下就是你的感受 你的行為背後的感受 然後再深層一點就是你的信念 你的價值觀 然後最深層就是那個世界觀 弟兄姊妹 我們的世界觀 有沒有被神的話語來扭轉呢? 否則很危險 就是我們可能只是頭腦的相信 有人說頭腦的相信只不過是相信了一半 只是相信了一半 今天很多的… 剛才我說過了 思想的爭戰 很多的世界觀 我再舉下一頁,麻煩 再下一頁 今天很多,譬如科學自然主義的世界觀 接著就是新時代運動東方宗教的世界觀 個人主義的世界觀 國家民族消費主義、後現代主義 最新是甚麼呢? 就是voke culture和cancel culture 這是最新的 大家要想一下我們有沒有受這些影響呢? 所以,聖經怎麼說呢? 麻煩你,在江林多後書裡 我們一起讀這段經文,好嗎? 大家看到嗎? 一起讀,一、二、三 因此國家法 〔詠相承諷詞 probiot古口〕 因为他读哲学和佛学 他有一套很牢固的思想信念 他信什么呢 他说神又不能证明有 又不能证明没有 所以神只是一个信念 他说他不相信祈祷 不相信神迹 他认为科学已经解释了一切 或者用幸运碰巧就可以解释 这个世界观是什么呢 这个世界观是一个物质封闭的世界 无数灵的世界 一切都可以用物质的原因来解释 表面上看来好像很科学化 现在很流行的 在大学里面 但是他不明白科学是什么呢 科学只是解释事物的过程 他没有处理到意义和目的 这个不是科学的范围 为什么会这样发生的呢 为什么在这个时机发生的呢 科学没有解释到的 为什么会这么巧合的呢 所以世界观的选择是什么呢 我们就是看看 哪一个世界观更加合情合理 更加全面 更加简明 我弟弟信了主之后 其实我跟他通讯有几万字 那些WhatsApp 我看回的时候 后来他信了主之后 他就写回给我 他说 他回看他人生中最大的决定 都好像有一个无形的手在带领住他 度过每一个危机 只不过我认为人生就是偶然 只不过是我幸运 所以笑一笑我就放下这个思想 所以他看不见神的作为 神的工作 圣经的世界观说什么呢 圣经说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神是掌管万有 什么人会改变世界观呢 很简单说 就是旧的世界观 越来越解释不了很多东西 和事实不符 等于我们旧的眼镜 越来越蒙 要换身眼镜 但通常人拒绝换身眼镜 同意吗 我都不太喜欢换身眼镜 哲学家认为什么呢 这种叫做认知障碍 蒙蒙的 看不清楚 所以主耶稣责备了门徒七个问题 他们明明看到 喂饱四千人 他们仍然看不见主 我们再讲这段经文 下一页 我们再看这段经文 他们来到百赛大 有一个核子来 耶稣就带他离开百赛大 然后他最后就说 你连这个城都不要进去 那百赛大是什么地方呢 其实这个指向的真理就是 百赛大其实是一个不信的地方 拒绝耶稣的地方 大家记得耶稣在诸城里行了许多异能 那些城里人总不悔改 他就说 哥拉顺利有和尿 百赛大利有和尿 因为在你们当中行的神迹 在推罗西顿一早他们已经悔改 所以百赛大是代表 不信 拒绝硬心 抗拒主的地方 后来主 他医好了之后 主说你连这个城都不要进去 因为这个城是代表什么呢 这个村子是代表不信 只要有一个什么真理呢 就是如果我们要熟灵眼睛要开的话 要离开我们的不信那一套的思想 价值观 世界观 和那种不信的态度 谦卑下来才可以看得见 然后耶稣就吐吐灭在他那里 这就说你看到吗 我看到人蒙蒙的 好像那些树那样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医治了一半 对不对 第一知道你有没有留意 耶稣医治的核子 全部都一次过的 但是这个人就医治一半 为什么有没有想到 为什么会医治一半呢 他只要有一个什么真理呢 真理就是 那些门徒认识主的心路历程 去到现在这一点 他们只不过慕慕乎属地见到主 我再讲 我再讲一下 我弟弟的见证 我弟弟在信主之前两个星期 现在回头看 我当时不知道的 他写了个讯息给我 经过九个月的详细思考 我决定不信耶稣 当时我很失望 他写了四大原因 我没有时间讲了 我有个老朋友死党在三藩市 他说你不要放弃 你要继续努力 跟他传福音 因为神是可以行神迹的 我继续处理他那四个反对的理由 除去这些障碍 后来我又回头看 我发现原来他在这个时候 是一个很大的挣扎 你知道他那套东西是很牢固的 现在他突然要放下那套东西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挣扎 所以医治熟灵的核眼 是神的恩典 是主耶稣再进一步来显明他自己 所以第九章就说什么呢 就是说那些门徒上到山上 就是主耶稣登山变像 接着就看到他的大荣光 天上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看到主真的很有荣光 接着他下山的时候 大家记不记得下山的时候 有一个癫痫病的孩子 他爸爸就来说 主啊 你的门徒都搞不定 你留意他问 你能够做什么呢 耶稣基督就责备 他们说这个不信的世代 是包括这个爸爸 和包括他的门徒 耶稣就挑战他 他说你若能信 再信的人凡事都能 那个爸爸怎么回答 他说我信 但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在原文来说 原来是这样的 他说我信 求主帮助我的不信 原来这个爸爸 爸爸在一个很大的挣扎里面 信和不信的中间 在我弟弟的挣扎里面 现在回头看 很多时候我不知道 但是突然间 圣灵感动我是什么呢 感动我就是 要和祂数算 神在我们家族里的恩典 那怎么样呢 2020年 大家记不记得 COVID是什么时候 在香港新年之后的年初二就爆发 前几天 因为我弟弟的太太 她有犯了一个空线瘤 整个比赫波这么大 要很急地割掉 她也想过不如迟些才割 但后来到最后 都是这么难约到一个这么好的医生 快点做了她 接着 就是我那个妹夫 又是那一两天 就要割胆 又是一两天就出院了 接着我的弟弟 我的二弟 他就有肺气肿 又是那一两天做肺的手术 又是一两天出院 一个家族三个人 都是在新年之前 全部出院 大家知道 连初二就爆发COVID了 对吗 哇 我心里真的很感谢神 我问我弟弟 你觉得这样的事 是巧合的解释得到呢 我说好像看电影 下面就爆发了 突然间有一个直升机来 把三个人吊了上去 接着我就说 如果你相信有神的话 神是听我们的祷告的 我记得我在他入院的时候 我立刻去医院探他 为他祈祷 为他太太祈祷 加上神的带领 是一个很奇妙的时机 如果你计的可能性 是非常难计的 对吗 弟兄姐妹 我跟他分享一段经文 经文是什么呢 神使万物国安其时机 应该是时机 成为美好 英文是什么呢 就是 He has made everything beautiful in his time 我就挑战我弟弟 究竟是巧合 还是真的有神呢 哪一个解释是最合情合理 最简单 又最透切的呢 另一个说法就是 神让他更加认识到神的荣耀 神向他来显明他自己 好了 我们一跳就跳到这个 巴底脉了 就是医治核眼的秘诀 是什么呢 大家记得这个核子巴底脉 他大声叫 他说大胃的子孙可怜我 耶稣就说 你要我为你作什么 他就说 夫子拉波尼 夫子 我要能看见 主耶稣怎么说 主耶稣一句就说 你的信救了你 他的眼睛就立刻开了 他就跟随了耶稣 这个指向是什么真理呢 就是这个巴底脉是一个信心的榜样 他的信心比起门徒 比起那个癫痫病的爸爸更加真实 更加是有效 弟兄姐妹 原来信心很重要 那些门徒的心路历程 他们模模糊地认识主 但是他们仍然在信和不信的挣扎 我弟弟他说 后来他说 要勇敢地 这样缺智 跨出一步 战胜这个不信 我信 求主帮助我的不信 这个叫什么呢 叫信心的跳跃 我弟弟他都懂得物理学 他就用量子的跳跃 哇 什么意思呢 就是那些原子 它有一层一层的能量 如果它有足够能量 跳得更高的能量 它就看得见一个更广 更广阔的世界 看到熟灵的世界 这是我弟弟的形容 看到熟天的世界 弟兄姐妹 分享到这里 我一直跟我弟弟 来到传福音 跟他分享的时候 我有一些体验 首先是什么呢 首先要进入他的需要 以及他的世界观 进入他的世界 他经过一生的沉索 他跟我说 他说 我发现我哲学的老师 教的哲学 只是一套方法 他经过四十几年 反省 他说没有内容 后来他的老师退休之后 就信了中国民间宗教 他的徒弟全部都哗然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世界观 不能走出来 他说一套 但是做一套 当时我写了基督徒的世界观 和我弟弟的世界观 的比较是怎么样 第二就是找出他的信念 他的世界观的缺陷 刚才我说过 他最困扰的是他的痛 对不对 他处理不了痛 其实很早期 我跟他聊电话的时候 他说他已经痛得 Panador一天只可以吃十六粒 不可以再吃 也不行 睡不着 痛到 医生开了抹茶给他吃 我跟他聊电话的时候 我说这么早吃抹茶 抹茶是最强的 对不对 你这么早吃了 将来就没用了 对不对 我说不如这样吧 我为你祈祷吧 求主让你不用吃抹茶 那时候我真的在电话里为他祈祷 顶姐妹 我觉得神真的行一个神迹 他那一晚 他就不需要再吃抹茶 他翌日告诉我 不需要吃抹茶 而且一段长时间 他也不需要吃抹茶 接着他还加了一句 他说你的祈祷真的很有效 顶姐妹 我跟他这样分享 我说 你有神 你就有平安喜乐 你就有力量 你就可以有盼望 可以乐观 虽然有苦 有出路 我说 神让你面对这些苦难 这是一个很重大的资源 如果你没有神的话 你就只靠自己挣扎 你就没有这个资源 对不对 对不对 他愿意放下旧的一套信念 眼睛就开了 不过我们就要有爱心和忍耐 慢慢地去帮助他 他读的哲学 他就发现 原来这个世界的真理 很多时候 他读的东西是什么 叫做分析哲乐 分析语言 后来他发现 原来这个世界的真相 真理 有时不是用言语和逻辑 可以理解到的 他说 我们的语言逻辑 只是了解事情的表面 事情的里面 他叫什么 物字身 里面是我们了解不了的 他说 他的体会就有另外一条内心的体验 这个不是用言语可以表达的 当他听到我的家族的经历的时候 第二天我就问他 我能否找宣教师来探望你 其实我一个月前已经问过他 他就说不 牧师说探望他 他也拒绝 但这次他写了一个字给我 好 我很兴奋 我就立刻请宣教师探望他 这个宣教师很好 在英国的 他立刻即日就去探望他 我就发信息给弟兄姐妹 我想我有几百人是为这件事祈祷的 宣教师问他 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 他说 我愿意你带我一句一句祈祷 他主动叫宣教师带他一句 表示他很认真 后来宣教师告诉我 我开心到 我有种感觉 too good to be true 开心到了不得 后来他告诉我 他说 其实我之前很抗拒 但是在那一刻 我突然间很想相信耶稣 因为他见到神的荣耀 因为他的眼睛开了 弟兄姐妹 当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一套 我们的眼睛就开了 福音呢 第四点就是福音是满足他的盼望 满足他的寻求 他读佛学又读哲学 他怎么说呢 最后他说 哲学和佛学都是冷冰冰的人生的哲理 是没有爱的 他说这些不适合我 他说因为人真正需要的是爱 他说没有一个宗教或者哲学 好像基督教那样重视爱 他信了主之后 他这样写 下一页 他怎么写呢 他说 在那一刻开始 我没有了埋怨 没有了失落 我找回我人生的目标 我也安心我死后会去到哪里 现在我心里的平安 是用钱买不到的 我也开始感受到 家人对我的关怀和爱 弟兄姐妹 他真的感受到爱 那些弟兄姐妹离开了他 或者他离开了教会 离开了四十多年 但是弟兄姐妹仍然去探望他 所以他真的很感受到那种爱 他说 现在我被爱 被神的爱和人的爱包围 比起佛教涅槃境界 即是最高境界 更好 因为那个境界什么都没有 更好 所以弟兄姐妹 爱是医治人属灵核眼的药 所以我们除了理智的讨论之外 爱是最实际的 因为爱是人最需要 是人心里最渴望的一件事 在他的生日会里面 那个生日会 他在英国 我在澳洲 我有些亲人在香港 好像有台湾 全世界和他庆祝生日 他在那个生日会里面大声说 他说多谢大哥大嫂 九个月里面 歇而不捨地来关心我的属灵生命 使我深深体会到 没有一个宗教 像基督教那样关怀我 照顾我的属灵生命 耶稣基督的爱 叫他的眼睛开了 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对他的关怀 和爱 弟兄姐妹 我们说要活出这个 用生命来拨扬主爱 这个爱就是能够开人家属灵的眼睛 因为我们活出主的爱 有一个弟兄 他在我们男士小组里面 他就分享 他爸爸九十岁 他病得痛得很辛苦 他爸爸经常说我想死 你以为怎样呢 他跟爸爸说 他说老人家就是这样的 忍耐一下吧 有没有帮助 我跟弟兄说 下次当他说痛的时候 你便问他 你哪里痛 如何痛 他便会有很多事跟你说 然后你也表达同感 甚至你和他按摩 按摩穴位 其实很容易 你上网一查就可以了 按摩什么穴位 然后你为他祈祷 你和他同行 然后最后你找机会 和他分享 耶稣基督的福音 可以帮到他 何必要求死呢 对吗 弟兄姐妹 因为爱 因为爱是能够开人的眼睛 所以我再说回大家这句 这句的行为 直圣道灾培门徒 用生命 用生命播扬主爱 我首先说世界观 对吗 世界观是那把邪 我们要敏锐自己 有没有被这个世界 什么KOL 影响我们 我们要把那些思想和圣经对比 第二就是用爱 用生命来播扬主的爱 最后我的结论是什么呢 就是三个神学院的著名的人类学家Paul Hebert 很出名的 他怎么说呢 他说十九世纪的福音运动的焦点 是行为的改变 二十世纪的福音的焦点是什么呢 就是信念的改变 但是二十一世纪的焦点是什么呢 就是世界观的改变 求主帮助我们 下一页 你知我的篇道很短 不说得那么多 我将我弟弟信主的详细 我如何回答他的问题 我今天差不多完全没有说 在我5加2平台的网站 你们应该是有的 也有的 另外那里我有一个视频 是八分钟的 你就听了我弟弟信主的经历 然后再看那本书 也未必需要全部看完的 你选择这些详细都可以了 求主帮助我们 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和事命 我们低头祈祷 亲爱的主 我们知道这个世代是一个非常纷乱 思想非常混乱 大家都在那里抢摊 要抢自己的思想 是得到传播 世界观的挑战 主啊 求祢帮助我们 叫我们醒觉 叫我们不要被这个世代迷惑 因为我知道末世是一个大迷惑的世代 求主保守我们这里每一个弟兄姊妹 求你施恩 我们多谢主 为了我们弟弟的信主 我们真的感谢你 赞美你 求主施恩 多谢主奉耶稣的名祈祷 阿们 阿们